那么一组的L1D0 看到没有 经过L1D0 L1D1 L2 干什么呢 送到这个三角 再送回去 另外一组呢 经过L1D3 L1D4 L1D5 再到这个一角 再送回去 这个呢 经过FL26送到哪里 送到第二角 上面这个也是一样 再送回去 送到我们的这个显示IC 就是这样子 那么 于是呢 构成了回路 是不是 构成了回路 然后 于是怎么样的 这六个灯就开始发光 这个在屏幕背后的这个六个背光灯啊 这个背光灯开始发光啊 那么这个背光灯一发光 于是怎么样的 背光灯发光 于是这个屏幕就被点亮了 这样的 于是这个屏幕就被点亮了 好吧 它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好 这就是它的这个回路 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一堂课呢 先到这里啊 大家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首先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啊 它由这几个东西构成的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什么 是我们的这个盖板 那么这个主要就起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保护作用 是吧 保护作用 那么它不是触摸版啊 各位 它不是触摸版 你不要把它当成触摸版的 好吧 它不是触摸版 那么它在这里 它主要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啊 因为它有一丁的这个硬度嘛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苹果用的这种都是 这个一种特殊的这个玻璃嘛 是吧 前面经常就会宣传一些什么 啊 蓝宝石啊 什么这些 其实也不是 是吧 就是一般的这种 强度比较好的玻璃 那么这个玻璃呢 现在目前它是比较容易摔破的 很容易摔破 特别是对于这个 严重摔过的机制是吧 很容易摔破 所以说很多机制会出现什么的 这个屏是ok的 它还能显示这个图像 这个盖板破了 那么我们只需要学好这个分屏的技术 换一个盖板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利率呢 也还是可以的啊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关于我们的 屏幕的其他的组件啊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什么的 这是我们的lcd 组件 什么的lcd组件 那么它这个里面呢 它分成了几层啊 它分了几层 表面的这一层 你看表面这层这个地方 这个接口 这是我们的触摸的这个排线的接口 第一层 它这个表面呢 但是我们呢 我们不考虑那些什么偏光之类的 我们不考虑这些东西 我们考虑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电路直接相关的东西啊 那些光学方面我们就不要去考虑它了 所以在在外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触摸 触摸是在这个外面的 好吧 来上面的这个是我们的触摸 那么在底下的呢 底部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液晶 是吧 触摸的下面 它的下面是我们的lcd片 那么我们的图像是由谁来产生的呢 是由这个lcd片来产生的 啊 图像是这个 lcd片产生的 那么这个触摸呢 是由表面的 一个很薄的这个触摸面板来作为控制的 那么作为这个屏幕的lcd片呢 啊 我们说这上面 你看一下它有两个这个排线接口 上面这个排线接口 这个上面这个排线接口是什么东西呢 上面这个排线接口是我们的触摸的触摸的接触 触摸的这个接口 下面这个小的这个排线接口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显示接口 我们图像数据是由下面的这一个来决定的 好吧 那么 我们说如果说不扣触摸这个触摸排线你说我不扣 或者触摸这块有问题 那么屏会不会显得屏是会显得知道没有 就算你触摸触摸排线你不扣上 屏幕它也一样的会显示的 啊 如果我们今天的没有并没有还没有讲到这个触摸电路啊 还没有讲到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什么呢 显示电路是这样子啊 那么透过这个桌子是吧 我们说这个桌子上它有一些什么东西啊 哎 它要显示的话 这个桌子上必须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啊 三组供电是这样的第一个供电 是吧 供电它需要有三组 哪三组啊 各位哪三组啊 5.7伏 正的是吧 负的5.7伏 还有一个什么1.8伏 那么第二个它还需要什么 它还需要复位是吧 RESET 第三个需要什么 十根数据是这样子啊 十根图像数据 四对十中加一对数据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总共是十根数据线 是吧 那么这个桌子满足这些条件怎么样的 它就可以显示出图案了 但是 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图案是什么样子 是一个影子 你怎么样的淡淡的看得到怎么样 上面也有一个怎么很很暗的一个图案 可能是在某个地方 有时候你这么着看还看不到 有时候你可能要怎么样 要斜着一点看 要偏着一点看 你才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上面什么 开机的时候它有一个什么 苹果很黑 不是白苹果了 变成黑苹果了 是这样子啊 很黑 一个暗影一个影子在上面 是这样子啊 然后一会进入操作系统 而且这个什么各个菜单还可以操控 是吧 那这是什么呀 那是因为背光还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背光 你可以看得到这 它里面是白色的 是这样子啊 这是个背光 是吧 那么这个背光呢 它有几根线的 你仔细看 那下面有几根呢 它下面有三根线 看到没有 背光这个地方有三根线 背光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 照亮 它用了照亮这个屏幕的图案啊 如果说我们这个没有背光的话 那么就是说你怎么样的 它因为没有光在背后照 你就看不到 因为液晶 这个模组 它本身它是不发光的 液晶这个模组 它是不发光的 它跟这个OLED不一样啊 它是本身不发光的 那么它的光要看到的话 它就要靠什么 看我们这个背光模组 把它照亮 啊 那么这个背光模组呢 它是一个 它一般它是不坏的 它基本上是不会坏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坏呢 通常都是进水 进水之后 那个水质它会怎么样的 水质它会 这个水啊它会流到这个里面去 流到里面去 然后我们一开机 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屏幕上到处都是一些水质 到处都是一些水流过的痕迹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背光就必须要更换 无法清洗啊 只能更换 我们只能把这个屏幕给清洗干净 然后把背光更换一下就好了 那么这就是他们这个分工 那么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接口 看一下这 我们的背光呢 它看到你看到这下面这三根线啊 下面这下面有三根线 这个小小尾巴看到没有 下面有三根线 那么这三根线焊在什么地方呢 这三根线焊到这个我们显示屏幕的这个主排线上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有三根线 是吧 这三根线 这是我们的背光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背光组的那个小尾巴 背光三根线 背光怎么有三根线呢 我们前面讲学过电路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CA一根 也就是十伏的一根 是吧 十伏到十二伏 一根 然后CC呢 是不是0伏啊 是不是各一根呢 所以说呢 总共是几根呢 总共是三根线 是吧 看到没有 也就是这三根线 好吧 所以这三根线是我们背光的焊接点 好 那么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带个铁壳的带个罩子的 这个是我们呢 这是我们显示电路的一个什么 一个减码电路啊 一个减码电路 也就是一个电瓶转换电路 显示电路 显示模块的一个电瓶转换电路 凡是带一个这种屏蔽罩的这一个排线呢 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 显示接口 显示排线 这是个显示排线 那么下面这根单独的这个呢 他也没有带这个什么IC的这种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就是触摸排线 这根是单独的 这根是触摸排线 对吧 那我们的这个 背光组件呢 我们的背光焊接点是在什么 是在这个显示排线上面的啊 触摸排线呢 它是一个单独的 这个下面这个是我们的触摸排线 好吧 这就是一个屏幕 这个结构 好 我们我们在这看到这个我们的背光 我们的背光 它是在这个显示的主排线上面的 好吧 在这个主排线上面的 显示背光呢 还有三根线 分别是CA CC1 CC2 这样子 也就是什么阳极一根 两根什么 阴极 CA是阳极嘛 是吧 那么阴极呢 有几根呢 阴极有两根 是吧 阴极有两根 好吧 是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嘛 是吧 这个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背光焊接点 是吧 我们背光 这是我们的主排线 带这个罩子来都是主排线 下面的这个是什么 触摸的排线 触摸排线 一样的 那么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屏呢 都是这种结构好吧 那么除了一些OLED 是吧 像三星这种屏 它没有背光的啊 那我们后面讲那些电路是我们的还会再讲它的区别 那么基本上是LCD屏啊 所有的LCD屏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好吧 那么再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背光组 这就是我们背光组 大家可以看到有几根线的看到吗 看到几根 一根 这是什么 第二根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三根啊 这是第二根 这是第一根 看到没有 三根线 是吧 那这里面有几个L1的呢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几个L1的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L1的 这个拍的这个 比较白啊 拍的比较白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那么我给你把它标出来 这上面有几个L1的灯啊 这是第一颗 这个长点现在这是第一颗 第一颗灯 这是第二个灯 这是第三个灯 这是第四个灯 这是第四个灯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是第五个灯 这是第六个灯 这是第七个灯 这是第八个灯 看到没有 12345678 它有八个灯 其中呢 上面的这四个灯 负责这个左边的照 照左边 照屏幕的左边 下面这四个灯呢 负责照右边 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怎么样子 我们常常所说的是什么 阴阳屏 知道吧 所谓的阴阳屏 这个屏幕啊 半边亮 半边暗 所以说有的是左边亮 右边暗 有的是左边暗 右边亮 对吧 就说明什么 有半边的这个电路 有半边的这个灯 没亮 导致这个光线不均匀 就是这种意思 好吧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它是指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 它是什么 四个灯一组串 四个灯一组串 我们刚才图上画的是三个灯 对不对 其实这种三个灯是四代的啊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什么 C 好 这边也是一样 四个灯一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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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什么灯呢 四个LG灯 白色LG灯 四个灯一组串串 这是我们的CC 这是CC1 这是什么CC2 然后中间的这个呢 它是怎么样的 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中间的这个 它是连在一起的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CA 这里是什么 CC2 这里是CC1 是吧 所以我这边是这个 比如说这是十伏的电压 经过 经过这里 经过这里啊 给这边灯 是吧 然后经过这边灯 然后再流回到哪里 流回到CC1 构成一个回路 这个灯点亮 然后这边呢 这十伏的电压 然后再经过这边 然后再怎么样的 经过CC2 再流回去 构成一个回路 分别把两路呢 照亮 所以最后我们这个 背光灯这个地方有几根线呢 就是有这么几根线 看到没有 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我们CC1 还有这个什么CA 还有什么CC2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这样子的 正好是三根线 是吧 这就是背光 背光如果不发光的话 那屏幕就是一片暗淡 是吧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看到没有 这张图片呢 我们把这个背光拍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这明显的四个灯 看到没有 这张图片比较暗一点 是吧 看到没有 3 4 5 6 7 8 正好是8个灯 上面四个下面四个 好吧 上面四个下面四个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背光模组 背光模组 那么这个背光模组呢 他如果说这个不发光不发光 那我们看到个屏幕 他就是个影子 你很难看清楚啊 你还要仔细一点看 不仔细一点看 你就当成什么不显示来修了 知道没有 好吧 好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屏的结构上来看的话 那么他基本上就分成了几种类型的故障 是吧 一种是怎么样子 屏屏这上面会导致几种什么故障 第一种是没有触摸 是什么样子 因为触摸也在屏上 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呢 是这个显示 是吧 无图像 第三种呢 没有背光 只能看到一个影子 是吧 只能看得到一个影子 是什么样子 我们通常就是说分为可以分为最几类故障 是吧 那么盖板会不会导致什么故障呢 盖板 盖板不会导致什么故障 好吧 盖板要么就是破了 要么就是个完整的是吧 没有什么其他的 具体的电气特性是没有的 啊 具体的电气特性是没有的 好吧 所以说盖板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它忽略不济 破了就换一个 是吧 好 我们要知道这两个 他的这个分工 分工 背光是用于干什么呢 去照亮 背光是用于去照亮屏幕的图案 这样吧 LCD组件用于干什么 显示图案 显示图案 与触摸的控制 这样子 显示图案 是吧 显示图案 与这个 触摸板的控制 我们有些同学 连这个钢化膜 跟触摸 跟这个盖板都分不清啊 这个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吧 连连连这个膜连这个膜和那个 连那个膜跟那个盖板都分不清呢 这个你了解的太少了 好吧 膜只是一个膜是吧 啊 那么这个 触摸盖板 至于它是什么材料 这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啊 材料有很多种 那么这个像原厂的这个屏幕的这个 原厂的这种 这种盖板 它怎么样的 它有那种荷叶效应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荷叶怎么样的 你滴滴水在上面 它会形成珠子 它不会散掉 是这样的 那么普通的盖板 怎么样的 你滴滴水它就是散了 啪的一下就散开了 是这样的 它不会形成一个珠子 嗯 那么现在是不是说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只有原装的就可以形成珠子 也不是 现在深圳这边厂商也很厉害啊 他们也掌握了这种配方 知道没有 上面也涂了一种特殊的一种东西 然后也有这种荷叶效应 也可以说是真假都很难分清了 那么 基本上 不管它是这个原装的还是这个高仿的 他们的差异在什么呢 差异就是一个赖模性 一个赖模型原装的这个赖滑性硬度非常高 但是这个赖模型非常好 啊 那么这个 这个厚压的普通的这些呢 当然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是吧 赖模型就差一点 但是你贴一个钢化膜之后怎么样的 毫无差别 一样的耐用是吧 反正是要贴膜的 就无在乎 就 没有 就不用去在乎它是是不是原装的 是不是啊 好吧 这就是关于这一块 啊 那么这个屏幕组件呢 屏幕组件呢 啊就是 这样一种 就是这样一种结构 不知道大家 对屏幕组件这一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各位 有没有问题 嗯 你你这个把这个结构搞清楚了 你才知道怎么样修电路是吧 你要修完这个 你说连个背光都不知道怎么你怎么样去修啊 是吧 啊 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就还是挑到我们的电路来啊 那么我这时候来做一个桌面的分享 好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够看到我这个电路 啊可以看到我这个电路啊 那么可以 还是在屏是吧 啊还是在频道我退出一下吧 我退出一下 然后重新再进来再分享 啊 好了 那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个 这些东西呢 我们再 给大家理一遍啊 你一遍 想一下 那就是我针对这个背光这块 因为刚刚刚开始嘛 大家没有见到过背光长什么样子的 那就是我针对我们背光这一块给大家来 再理一遍啊 好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